《沉香如蟹》中,杨子和张瑞默契度十足,网友戏巴后发现,这原来不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,十年前,两人就在《花飞花舞飞舞》中合作过,只是那个时候的张瑞,在剧中扮演的是男主齐妃,而杨子在剧中还只是一个小女配,谁能想到十年之后的杨子,已经成了炙手可热的大女主,百搭体质明显,而《八五》后的张瑞, 却沦为男配,两人如今范围大吊割,反差太大,其实张瑞之前的新路还是非常顺畅的,刚开始就演了好几部剧的男主角《新环珠格格》中,扮演五二个勇齐,《花飞花舞飞舞》中扮演男主齐妃,她的起点比一般新人要高很多,但却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,在剧中也没有太亮眼的表现,之后,她的作品越来越少,演艺事业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,即使再出现在影视剧中, 也只是扮演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,不过现在看来,张瑞的演技比以前要进步很多,其实这次明明可以在《沉香如蟹》中成为男主的,可是,她却输给了流量,导演害怕张瑞第一次接仙侠剧,称不起男主,而且又没有流量,不像诚意是当红小生,也接拍过很多仙侠剧,所以就认为,她更胜任帝君的角色, 张瑞最一开始的角色都是男主,只是角色都没选择对,饰演的五二个比较懦弱,偶尔还要一惊一乍,饰演的齐飞,只是贡献出了瞪眼式的演技,所以从男主跌落到男配,也是必然, 这次在《沉香如蟹》中,却能把余末这个角色,把握得非常到位,这也证明了,起点高没有用,只有演技到位,才能让自己出名,像杨子和陈毅,也都是从小配角一路走来,多元化的角色,反而让自己能把每一个角色轻松的拿捏住,饰演出来更显自然,哪怕是杨子多次饰演仙女角色,看来也不会腻,早就有网友说了,论形象来说,帝君真该张瑞眼, 谢谢大家